他是美国最伟大的在世艺术家吗 1949年生活杂志的编辑用这样一个简单直白的问句 把10年37岁的杰克逊·波洛克介绍给了美国的公众们 照片里的那个男人嘴角叼着一只香烟 秃顶的脑袋侧向一边 双手随意地抱在胸前 表情却紧绷得像是随时可能冲出来打人一样 而在他的身后是一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作品 黑色和灰色的线条肆意地交织在画布上 充满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自然与野蛮 完全不像是人为的产物 他的名字叫做夏日第九号 而那些扭曲流畅的线条 是波洛克将油漆挥洒到画布上创作出来的 四五十年代抽象艺术早已不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 但用最伟大三个字来形容波洛克这样一个艺术家 即便是用在疑问句中 在大家看来也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 同时期的时代杂志甚至还为他取了 低堂首杰克尔这个略显讽刺的绰号 然而仅仅十年之后 各种关于波洛克的书籍和论文 却如同润物无声的春雨般滴滴落下 他们有些着重于回溯美国文化对于波洛克的影响 有些着重于探讨波洛克艺术中的哲学性 也有些着重于分析波洛克的创作方式等等 但几乎所有的这些文献都不约而同的 把论点放到了同一个议题之上 杰克逊波洛克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家吗 波洛克1912年出生于怀俄明州 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充满野性的美国西部度过的 1930年还没完成高中学业的波洛克 就追随两个哥哥的脚步 从加州搬去了纽约 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他的第一个老师是著名的区域主义艺术家 托马斯·本顿 区域主义作为一种在大萧条时期发展起来的艺术形式 他把目光聚焦到了美国的普通民众身上 但由于其表达方式太过于传统和保守 都是些欧洲人玩剩下的东西 所以在二战之后就逐渐被遗忘了 受到本顿的影响 波洛克这段时期的练习本上 大都是一些类似文艺复兴和新古典样式的素描训练 从这些块面分析和关节动态的表达桩不难看出来 他的基本功还是不错的 不过有趣的是 在这些练习中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涂鸦 看不出来话的是个啥 和画面中的其他东西也没有任何关联 波洛克天生就有着不太稳定的精神状态 这一点可能是遗传 心理医生对他的诊断是病理性的内向 并且情绪调控能力极弱 这些性格上的问题从画笔上表达出来 就成为了这些时而理性冷静 时而感性激昂的随笔 油画方面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 这些偏具象化的 是波洛克画给公共事业振兴署来赚取生活费的 另外一些偏抽象化的则是他自己的日常创作 印第安的土著艺术是土生土长于美洲大陆的艺术形式 和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一样 印第安艺术的重点也不在于分析理性的形体与透视 而是在于表达感性的情绪和信仰 在这些图像的背后是非常纯粹的原始生命力的倾斜 只可惜高傲的欧洲人从来都没有在意过这些 直到20世纪初期为了振兴大革命之后 国家的精气神 一群墨西哥的艺术家才开始将印第安艺术中那种简要鲜明的生命力 与欧洲传统的艺术体系相互融合 进而创作出了一系列极具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公共艺术 这就是墨西哥的壁画运动 在波洛克看来 壁画运动三节之一的奥罗兹科创作于加州波纳墨学院中的普罗米修斯 是整个北美洲最伟大的一件作品 没有之一 在这幅壁画中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 单膝跪地 表情痛苦 双手熊熊燃烧 但却如同威尔的高山一般为人类顶住了宙斯的怒火 波洛克出生于美国中西部 那儿本就是受到欧洲文化影响比较弱的地区 它自然是被这种充满了原始野性和生命力的艺术所吸引的 1941年的《裸男女刀》和《奥罗兹科》 1922年的一幅习作几乎如出一辙 同样的人体同样拿着匕首 只不过波洛克的线条看起来更加狂野和扭曲 同一年的《女人构图》用大量风格化的图腾与文饰 表达出了印第安长老的威严 另外在她的练习本上 也可以看到很多土著艺术的元素 那些理性的快面分析则彻底消失不见了 请大家弹幕告诉我 在你们的心目中谁才是现代艺术之王 3 3 2 1 对于波洛克来说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毕加索 著名艺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 曾经表达过他对于现代艺术的理解 纯粹的艺术应该遵从于他的媒介 绘画就是平面 雕塑就是立体 言下之意很简单 试图在平面媒介上打造立体幻象的艺术 是不够纯粹和现代的 所以毕加索才会如此伟大 因为立体主义就是将3D的世界展开成了专属于绘画的2D图像 这段时间波洛克的练习本上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来自于毕加索的影响 他还尝试过用同样的手法去表达印第安风格的图像 最有意思的是这幅1942年的小随笔和毕加索的最后一幅自画像真的莫名相似 波洛克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 他说每个时代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艺术是时代的产物 如果一定要找个词语来概括现代艺术的话 我想没有什么比多元化更加恰当的了 从毕加索到蒙德里安 从马蒂斯到杜上 有音乐 有哲学 有观念 毫不夸张地说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是如此的截然不同 且个性鲜明 他们所有人都受到前人的影响 而所有的后继者又都受到他们的启发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可以代表现代主义 这些伟大的人物聚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现代主义 自从弗洛伊德在世纪初发表了《梦的解析》以来 探索潜意识似乎就成为了每个现代艺术家的必修课 波洛克也不例外 他曾在采访中说 现代艺术家们不再需要依附于外部的世界 他们创作的源泉来自于心灵 在那个时代 虽然有不少艺术家都在尝试触及潜意识 但只有一个流派对潜意识进行了系统化的探索 那就是超现实主义 不过让波洛克着迷的并不是达利的那种超现实主义 而是布洛东那种传统的强调纯粹精神自动化的超现实主义 用人话说就是放空大脑 放弃思考 让身体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自由的去行动 去表演 去创作 安德烈马松就用这种方式创作出了一系列所谓的自动绘画 流畅的线条扭曲出了一片混沌 好像能看出些东西 但又好像啥也不是 长期接受心理治疗的波洛克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潜意识理论自然都非常了解 他这段时间的练习本上时常都能看到类似于马松的尝试 创作于1945年的八中有七凌乱的画面之上是一层用黑色颜料勾勒出来的自动绘画 还有这幅速写人像 据说曾被蒙德里安夸赞为他在美国看到过的最有趣的一幅作品 在画面的最上层也点缀了一些类似自动书写的元素 1943年佩吉古根海姆 也就是搞这个博物馆的那个所罗门古根海姆的侄女 向波洛克发出了一份邀约 每月向他支付150美元 条件是买一段波洛克在合约期间的所有作品 150美元不算太多 换到今天大概2000美元左右 但波洛克依旧非常开心 因为他终于可以辞掉之前的兼职 全身心的去进行创作了 再说古根海姆在现代艺术圈子里也算有头有脸 把作品拿给他去运营并不是什么坏事 同时在秘书的建议下 古根海姆还给了波洛克一项私人委托 为他的新豪宅画一幅壁画 然后又在杜上的建议下 那幅壁画变成了仿壁画 也就是先画到画布上再贴到墙上 目的是为了方便以后搬出去展览 这时候的波洛克还远算不上有名 杜上的远见真的YYDS 于是经过好几个月的纠结之后 波洛克掏出了那幅被广泛认为是他艺术生涯转折点的作品 壁画 是的 这幅仿壁画的名字就叫做壁画 但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转折点这个说法 因为纵观波洛克的艺术生涯几乎全是转折点 甚至可以说他的艺术生涯就是由转折点构成的 不过在壁画中波洛克确实向着彻底的抽象画 迈出了一大步 画布上的景象可以是一片扭曲的丛林 可以是几处浮动的鬼火 甚至还可以是一群跳舞的小人 但也可以什么都不是 因为波洛克所表达出来的已经不再是客观和具体的物像 而是情绪和能量的涌动 壁画的重点也不是我们能从中看到些什么 而是能感受到些什么 1945年 波洛克和老婆一起搬去了长岛东北角的斯普林斯市 他原本还比较抗拒 但很快就被郊外那些淳朴的大自然所吸引了 波洛克不分昼夜地沿着海岸与森林散步 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他变得平和了许多 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虑和酗酒 甚至都不再需要定期寻求心理治疗了 心态上的转变也体现在了波洛克的作品当中 这些如马蒂斯一般明艳甜美的色彩 是此前从未出现过的 一年之后 波洛克创作出了七幅非常重要的作品 他把颜料直接挤到画布上 然后再用笔杆或者树枝一类的工具 直接把它们涂抹开 最终形成了这种非常厚重和流畅的效果 就像是斯普林斯那些未经雕琢的植被一样 丝毫不讲道理的野蛮生长着 如下花般绚烂 如野草般顽强 他们总是会让我莫名联想到 莫奈晚年那些伟大的睡帘 飘忽在抽象与具象之间 涌动着纯粹美妙的能量 没有人知道波洛克从长岛的海风和森林中 寻找到了些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是 那一定是些不得了的东西 后来当这七幅画被放到 古根海姆的美术馆展览的时候 被合并成了一个系列 名字就叫做Sounds in the Grass 草丛的泥南 在草丛的泥南展览过去一年之后 波洛克的作品毫无征兆的变成了这样 离谱但很合理 这幅画叫做银河 从颜料层的堆叠中不难发现 波洛克是在创作的中途 突然决定将白色颜料直接泼洒到画布上的 这究竟是他一时的兴起还是计划的一部分 同样没有人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不是波洛克第一次往画布上撒颜料了 这是他在1941年和几个朋友联合创作的作品 中间这些白颜料就是泼洒上去的 这是他在1943年创作的一幅画 名字就叫做泼洒构图2 包括另外一些艺术家也在更早的时候就尝试过同样的手法了 但在银河中这些被泼洒上去的颜料 无疑扮演起了一个更加刻意也更加重要的角色 无论是十年前还是现在 艺术创作至于波洛克而言 从来都不是一个充满智慧与巧思的行为 而是一场关于情绪与感受的宣泄 这也是为什么他之前的那些作品虽然有着明显的旁征薄影 但同时也有着一种只属于波洛克的疯狂与跳跃 如今波洛克终于是从泼洒这种手法中 找到了自己最为看重的直白与迅猛 只有一点波洛克还不够满意 那就是颜料的流动性真的太差了 与其说是泼洒用甩来形容可能更为恰当 所以在之后的作品中 他都改用了流动性更好的油漆来进行创作 除此之外 波洛克还喜欢在颜料层中埋入各种私人的小物件 比如钉子、硬币、钮扣等等 他似乎很喜欢把自己的印记深深的刻进这些作品当中 那些小物件被埋入层层叠叠的颜料和油漆 就像是残垣被淹没进深邃的大海里一般 在1948年的第1A号1948中 波洛克还加入了大量自己的掌印 就像是石器时代的人类把掌印留在岩壁上那样 另一个重要的改变在于 波洛克开始用纯粹的数字来命名自己的作品 1947年的还是银河、五音巡和大教堂 后来就成为了夏日第9A号1948 紫雾第1号1950 秋运第30号1950 前面的夏日、紫雾和秋运这些 都是别人为了方便展览而加上去的 这些作品在离开波洛克的画室时 只有后面的数列名字 对于这些抽象画来说 我个人是更加喜欢纯数列名字的 加入那些描述性的词汇 就像是为古典乐配上了歌词一般 不能说不好 但总觉得不太对劲 1950年 一位名叫纳姆斯的摄影师找到波洛克 并成功说服了他在相机前展示自己的创作过程 在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中 波洛克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那原本看起来粗壮且笨重的身体 竟然变得异常灵活起来 时而舒展 时而谨慎 时而高举 时而低伏 一手拿着刷子 一手端着油漆桶 在各种状态之间切换自如 酣畅淋漓地把色彩撒向自己想要的位置 波洛克是真正进入到作品中去创作的艺术家 这里的进入是字面一丝 波洛克曾说创作就是寻找一种方式去投射出纯粹的状态 我想他一定是寻找到了 因为照片里那一个个模糊的残影 就像是虔诚的萨满法师在舞蹈一般 爆发出炽热耀眼的光芒 可惜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 那两年间波洛克获得了很多曝光 也受到了不少正面的评价 但公众和收藏家们却并不买账 生活杂志的那篇报道之后 编辑部破天荒地收到了500多封信件 而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批评 并且这些话也不好卖 参加了好几次大型的展览 却只卖出去一幅 对于一个病理性内向的人来说 在公众面前谈怒自我 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让世人看到自己的艺术 波洛克艰难地踏出了那一步 但得到的却是漫天的讽刺和不理解 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于是不可避免的 波洛克开始怀疑自己 原本已经趋于稳定的精神状态 开始崩坏 酒精和焦虑再一次成为了 他日常生活的陪伴 1950年末 波洛克的作品变成了这样 丰富的色彩和层次消失不见了 只留下了赤裸冰冷的黑与白 其实这些作品中也有些还不错的 比如这一幅颇有种中国书法的神韵 但接下来波洛克却扭头走回了具象化的表达 那些消失已久的图腾与文饰再次出现了 老实说这些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还挺震撼 但我依旧认为这样的转变是失败的 波洛克的创作开始变得更加飘忽不定 很难想象这三幅画居然是在同一年创作的 显然他已经彻底迷失了方向 直到最后就连曾经最力挺他的格林伯格 也非常遗憾地表示 波洛克已经成为了过去史 这些充斥着绝望与无助的作品组成了终末的篇章 他们的背后是波洛克为了找回曾经的自己而做出的挣扎 1956年8月 最久的波洛克驾驶着自己的敞篷轿车超速侧翻出了公路 警察来到事故现场时发现一死一伤两名女孩 而驾驶座上是一具无头的尸体 波洛克的一生终究还是在悲剧中落幕了 它就像是一颗彗星一般突然出现在夜空 闪耀着几乎要融化大地的吃热光芒 然后又在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以极快的速度奔向远方 消失不见 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波洛克的作品是差不多六年前 在纽约的惠特尼博物馆 那是一个闭馆的星期二 学校组织了一次集体参观 主要目的是分析博物馆的空间构造 当我逛完顶层露台下楼的时候 无意中瞥见了对面展厅中的一幅画 我瞬间就被吸引了过去 巨大的画布上黑色灰色白色粉色和黄色的颜料 以一种近乎离奇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那是一片我从来未曾见过 甚至从来都未曾设想过的景象 它旁边的名牌上写着第27号1950 我不知道这名字是什么意思 也不知道自己在第27号跟前站了多久 可能是几十秒 也有可能是好几分钟 我只记得身后有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 估计也是学校组织的活动吧 由他们的声音组成的那首BGM 感觉好嘈杂 好遥远 我更记得与第27号对峙的那段时间中 我感觉并不是我在看它 而是它在直勾勾地盯着我 那些挥洒的颜料像显示器广告中那样层层炸开 以一种非常立体和迫近的气势向我压过来 他们都说波洛克的作品中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我觉得恰好相反 在波洛克的作品中全是起点和终点 就像是我们的历史一样永远都在开始 永远都在结束 永远都在进行中 各种复杂的羁绊与偶然 共同造就了过去的他们与今天的我们 两年前的那期序言中 我说支撑在现代艺术背后的是人类那势不可当的创造力 两年后的现在 我无疑更加确信了当年的说法 通过这十八个视频 我也更加透彻地重新认识了一遍这些伟大的现代艺术家 希望我有成功把他们带给我的那份感动传递给大家 最后感谢你们的陪伴 我们下个系列见 我们下个系列